我們來到Royal Garden Hotel 這次上了Sky Tower 要轉升降機才能上來 我們住的房間是1909 其實你會看到 酒店的衛生都做得不錯 有張貼紙 如果大家之前有進去就會知道 我們先進去房間看看 嘩 房間很大 一進來就有個玄關 再有分開 看看床 嘩 好光猛 床很大 大到有點誇張 我沒想過Royal Garden 有這麼大的房間 床後面有一張梳化 有一張小機 可以給大家看電視 然後再看一看窗外面 嘩 好光猛 今天天氣很好 嘩 最棒 原來是可以看著泳池 然後還可以看著海景 在現在 泳池通常都很多人 今天這個時間沒有太多人 就算多人都可以看清楚 哪段時間沒有人 少人才下去游泳 正 然後再看看房間 房間真的很大 然後再看一看 然後再看一看洗手間 洗手間 在洗手間中間 就有個大浴缸 嘩 這個浴缸很大 很棒 然後後面有一張小機 可以方便你擺東西 然後浴缸 浴缸側邊分別是洗手間 洗手間也很寬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淋浴缸 那個淋浴缸 嘩 其實這裏真是很高 大家還未看完 很高很高 花灑 嘩 很大 嘩 真是很棒 接著就兩個洗手盆 真的比樓下的房間 Grant好多 天際客房的設備 然後連水龍頭 這隻水龍頭都 非常方便 嘩 很好用 接著有些 Amenities 那些就是基本 就不是太特別的 有兩支水龍頭 有個遙控 就應該 可能有個電視機 嘩 在這裏 在這裏 在鏡中央 浸浴也有一個 小小的電視機 可以看看 看一看 接著就再看回這邊 這邊 就是間房間的 衣櫃 開放式 OK的 挺好 但這裏真是 都可以當作一個 Walking Closet 嘩 很闊 接著有些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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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質量 跟櫃 櫃 櫃 還有一個 烏衫板 烏豆 好 我們再看一看 雪櫃 雪櫃 可能是 一進來這裏 先看一看 雪櫃 拉 是不是這個呢 噢 這裏 不同傳統的 雪櫃 有新式的 在上面擺放 這裏 跟現在的新酒店 差不多 另外這邊就是 有些 零食 當然要收錢 然後 水杯 下面沒有東西 看看另一邊 看看另一邊 另外一邊 也有些 茶杯 水煲 茶葉 那些 對 這樣也不錯 這個櫃 沒有放置 OK的 上面 上面 還有 Nespresso 有 三粒 有兩支水 嘩 都非常好 再 看看 這裏 真是 幾好幾好 看完房間 就下去 午餐看看 午餐都幾舒服的 都幾休靜一下 再次 看看 午餐 午餐吃 午餐腸 甜點 小味 有些 有些 豆子 咁點 都做得 也不錯 飲品 也是正常的咖啡茶 都有些汽水 果汁 吃完下午茶, 接著就去泳池看看 泳池的椅子後面也有海景, 也很舒服 泳池的泳池, 也不錯 黃粉雞尾酒時段酒類的選擇都算是不果不失 鹹點的選擇都不錯, 味道也非常好 但至於甜品, 其實跟鹹茶時段就差不多 因為黃粉雞尾酒都吃得挺飽 只是晚上就點了一個小食套餐 加上一瓶自己的香檳, 也非常好吃 早上我們去了午餐餐餐餐餐餐餐 午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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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燒魚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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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lgarden的天赤客房 其實Ralgarden我已住過很多次 這次才來住天赤客房 這次有半海景 為何又會再回來呢 因為這次的套餐真的非常大 平時房間也接近二千元一萬 即半海景 這陣子在做特價 房間只有1200元 加上廁所都是1300元 這陣子已經包含Lounge Access 如果之前大家看影片 可能都會見到這裏 樓底真的很高 這裏真的有兩至三米高 即是比樓下的房間高很多很多 這次大家之前見到的房間 大到其實都很誇張 都會見到浴缸 浴缸也是很長 其實我不知道浴缸是否 因為其實以我的尺寸來說 都會覺得浴缸有少許長 其實如果一些矮小的人浸浴 可能要小心一點 否則很容易會掉進水裡 整體來說 其實我對這間房間也極度滿意 因為床床真的很大 但應該比平時的尺寸 更大 更多一點 那間房間唯一有少許多東西 我覺得差了一點 就是電視機 即是今時今日 電視機都可以 例如電話或電視機 可以螢幕上電視機 這裏就不可以 如果真的要 可能需要自己 帶一些HDMI線 來自己搏上電視機 今次我帶了一支香檳 這支香檳我之前都未試過 這支香檳是Natalie Foumat 這支是一支主要是黑提子 它就是Pinot Wah 和Pinot Mooneyard的提子 這支裝在Cord de Bar下面 那一區主要是出名黑提子 今次這支是2010年 2010年 它就除渣 它就正據瓶後面 就說2014年 3月 至到現在都接近了 有7年的Bildo Aging 所以其實這支酒 最初我開啟時 就有些舊少少的感覺 如果大家喝的時候 建議你可能會 冷凍少少 整個整個構圖就會好很多 那我還有一點 因為這些漂亮的香檳 其實你只要在冰桶裡 其實你一整晚都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剛剛再試 其實它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好喝過昨晚一點 現在果果會再開放一點 反而之前我覺得 有些舊少少的味道 就反而那些離開了 那現在 我覺得現在的香檳 我覺得真的好喝過昨晚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那些香檳 不需要呼吸 可以即開即飲 其實都視乎一隻隻香檳 有些就真的 可能你即開即飲 但一些漂亮的香檳 來說 其實絕對可以給多些少少時間 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若然喜歡我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 大家亦會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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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